大家好 咱们今天开始正式的讲一讲 希伯来语的过去式 咱们肯定是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吧 最简单的一类动词 那肯定是 I'm up, I'm you的动词 对吧 它有什么来着 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吧 是来 对吧 然后 が 住 善 唱歌 还有比方说 看 看 是这个起 对吧 起床 或者说站起身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一类动词 那咱们来看一看 它的过去式怎么说 咱们先以概尔为例看看 呃 这个 我这列了四条规律 首先咱们来看看 第一条 变后 变 就是一个动词 变过去式 它大概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动词后面 加上表示 是人称的 过去式后缀 特别简单 呃 が变成我 叫 が て が て て 嘛 你想 反正它就是 又的结尾 然后加上一个 t 反正它就代表 我过去 住 是吧 i live 就这个结构 整体 加起来 那叫 i live が て 我们 が の が の 这叫 we live 如果是男性的他呢 が 他 女性的他 が 也就是说 步标 因为他俩写 算是一样的 你要根据上下文判断是男你还是女你 他俩的读音的区别就是在这个ta 这块男性的要读ta 然后女性的就发一个轻音t 对吧 男性的这个男性的你们 gar tem gar tem 特别简单 ar tem 对吧 ar tem 是你们 然后女性的你们 gar tem 女性的你们是ar tem 对吧 gar tem 有意思的地方呢 是在 我们看这个第四条 对于 i live i live 这类动词来说呢 他的第三人称单数 他的过去是和现在是 长得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是第三人称的 他男性他住 就叫gar 女性他住 就叫gar 是吧 但是呢 这只对ar tem ar tem ar tem 的动词是这样 以后咱们讲的其他类动词 可能就不是这样 然后但是第三人称的复数呢 他就不一样 对吧 叫gar gar 就是在后面加了一个 这个 这个 wav 但是注意wav 发u的音 然后同时我这就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第二条 对吧 第三人称复数 是一样的 就是第三人称的 男性他们和女性的他们 住 都是叫gar 这个是一样 第三人称复数相同 这个呢 是一个普遍规律 就是说在过去是 希伯来语 动词 变过去是 都是这样 叫第三人称复数一样 其实这些第一条说的这个加后缀也是一样 咱们以后讲到其他类动词你就发现了 加的后缀也基本上就是这些 我就是t 我们no 男性的你 ta 女性的你t 男性的你们tem 然后女性的你们tem 这个男性的tah一般不加 女性的tah一般就是在这个男性的tah后面加一个hey 然后这个他们就是在后面加一个b 一般都是这样 咱们以后就知道 还有一个呢 这个跟咱们以前讲过的第三人称 不对 跟咱们以前讲过的b的过句式是一样 对吧 大家也可以复习一下嘛 b的过句式 如果对这个表格大概是长什么样 hai t 是t结尾的吧 对吧 hai t hai no no结尾的 这个hai ta hai it hai tem hai tem hai ya hai ta hai you hai you 其实这个结尾你看是不是跟这个 gar变过句式的结尾 其实也都是一样 是吧 咱们当时说过一件什么事 就是在讲b的过句式的时候 咱们说 第一二人称啊 说话的时候咱们可以不加人称 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gar t 这个单元 它就可以代表 i live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说一句话里 用到gar t 你就不用加人称了 就是说到gar t 咱们都知道 你在说我 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就不用加人称了 但是第三人称的话 第三人称的话 就必须得加人称 这个你也很好理解嘛 对吧 gar 你看这个 只看一个gar 在现代史里 只要是男单形式 都可以用gar 是吧 所以咱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那咱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那咱们在第三人称 他体现不出来人称 所以咱们也需要加上一个是谁 咱们比方说 咱们看这句话 这个东西点起来叫特别 是吧 这么的 就这个大概可以翻译 大概可以这么翻译 亚费就是漂亮 但是在这就是唱的好 对吧 他唱的 如此好 是吧 就这个意思 那大家说这块 户能省略吗 不能省略 对吧 如果你把它省略的话 谁唱的好啊 对吧 咱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块呢 必须得加上一个户 那咱们再看这个 这句话叫 Him Garu Yaha Him Garu Yaha Yaha是一个副词 它叫做一起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叫什么 他们曾经住在一起 是吧 他们曾经住在一起 如果你把Him省略了 那Garu Yaha 你就不知道是谁 曾经住在一起 对吧 这话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第一个是 加上表示这些 人称的后缀 后缀过去是 基本上就是这些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他们的第三人称 负数 男性的他们和女性 他们这个形式 都是一样 就是在这个词的后面 一般来说啊 是在这个男单形式的后面 加上一个吧 就是第三人称 负数相同的 然后第一二人称呢 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不加人称 但是第三人称呢 必须要加上人称 这三条呢 是谢伯来语 任何动词 变过去时都要遵守的一个普遍规律 注意第四条 就是这个三单啊 三单形式 第三人称单数 它过去时和现在时长得是一样 这个呢 是一个特例 它是指对 I'm about I'm about I'm about 动词成立的 咱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看这句话 Mathai Bata 或者是Bat 对吧 我这儿Taf没标音 所以咱们也不知道是哪个 Mathai Bata Laysail 是什么意思 Mathai是什么呢 咱们已经讲过这个疑问词 什么时候 对吧 Bata 那就是你 你来到 是吧 你来到以色列 你什么时候来到以色列的 也就是说 你仔细 你仔细 去听一听 这个以色列人 问你 你要去了以色列玩 然后他们可能会问你说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那这个呢 就应该是他们问话的标准方式 Mathai Bata Laysail 这话怎么回答呀 比方说我来了一年了 那就是 有两种说法吧 大概 一种呢 是我去年来的 对吧 这个咱们要会说去年怎么说 去年怎么说呢 这个先可以先告诉大家 叫 Sha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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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咱们以后再说 因为这块呢 过 这个什么叫去年呀 那就是刚过去的那一年 所以这个 这个话里 咱们需要用到过去 的那个过去式 是吧 过去这个动词的过去式 所以咱们会用到这个 咱们以后再说 然后 你也可以说 是一年以前 对吧 去年来的 就一年以前来的嘛 一年以前 你就可以跟他说 说Lifne Shana Lifne 就是在什么以前 咱们也 以后再细说 值得一提的呢 是在 咱们这个 过去式里 第三人称的阳性 单数 比方说 在咱们这个 Gar里 它就是这个Gar 它呢 是这个词的词根 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 就是说 在西伯来语的 过去式里啊 它的第三人称的 第三人称的 阳性的过去式 就是这个词的词根 Gar这个词的词根呢 就是Gar 那你说 它不就是单数的词根吗 就是 现在时的南单形式 它不就是词根吗 并不是 对吧 咱们刚刚说了 对I'm up I'm you的动词 才有 这个东西 等于它现在时的 这些词根 咱们比方说 以后讲的别的动词 像 写 写字的写 那叫什么来着 现在时南单形式 叫Cotip 是吧 那这并不是词根吗 你需要 把它变成卡塔夫 那是过去式的 这个第三人称南单形式 那才是 它的词根呢 不过那个当然 咱们以后再说 词根这个词呢 叫做 show rich show rich 就大家有印象就行了 咱们今天先不细讲 也就是说 这块还有一个普遍规律 其实 就是说 动词的过去式 它的 第三人称 南单形式 就是 它的词根 那么咱们今天就讲这里 谢来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